你有没有常做相似的噩梦 比方说 总是梦到自己在被人追杀 跌落悬崖 或者飞行失败摔下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可能是红斑性狼昌 即将爆发的征兆哦 当然啦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如此 但至少我知道 有些人就是 因为这种原因 才去看医生的 而且 红斑性狼昌 也被称为不死癌症 因为它可以影响全身各个器官 甚至连大脑也难以幸免 Melanie Sloan博士所带领的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 小组最近发表了一篇 关于红斑性狼昌的文章 他们指出 除了上述的噩梦之外 许多红斑性狼昌患者 还会出现白天的幻觉 记忆力减退 和认知功能受损等症状 这些症状通常 与其他类风湿疾病无关 而且非常罕见 Sloan博士的研究发现 这些不寻常的症状 可能 预示已确诊的疾病急剧恶化 需要及时的医学治疗 感谢观看